盘点各世界的地砖 首先工夫世界能量砖 只要把植物种上去就会产生能量洞 猪越贵能量洞产出又快 但不是一直存在 过段时间后就会消失 未来世界的能量砖 此次砖萝卜的功能雷同 能让种在上面的猪一起开大 不同的就是 未来世界的能量砖不要小金币 不像此砖萝卜太现实了 越装越贵 失落之城的黄金叶 能产生阳光 产量虽然不多 也没什么用 陷阱瓷砖 火焰地砖和巨石地砖 如果把植物种在火焰地砖上 该瓷砖就会在所在行释放火焰 烧死干好的所有僵石和植物 如果是巨石地砖 上方则会出现一颗巨石 击飞所有植物和僵石 总之 每一个好东西 最后 浮现时代的机关地砖 只要种个别植物 或者僵石走上去 就能触发场上的僵石雕像 这个僵石雕像和之前讲的 陷阱瓷砖类似 都会干掉所有人